地中海 汗油喔 不是汗油啦 地中海因素 地中海因素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吃 我是營養師 如果不我會這樣 我是要問小姐 再來上班 大家好 最近是不是天氣變化很大 然後又常常聽到很多消息 中風的啦 一下子就走的 每年這個季節都很多 對啊 其實我們血液循環不好的人 比較容易發生 就是因為他的血液比較黏稠 可能是因為你血液裡面的糖分比較高 油脂比較高 所以放在裡面這樣 對 糖尿病跟高血脂 這兩個阿嬤其實都有 那你如果循環不順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生這種心血管疾病 今天我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的飲食喔 這種飲食喔 就叫做地中海飲食 啊 地中海 阿嬤就在國外 地中海這個地方其實在二三十年前 大家還不知道這種飲食 但是地中海沿岸的國家 其實他們吃這種飲食方式已經很久了 後來就有人去研究大概在1993年 他們研究了地中海沿岸的七個國家 其中發現說他們發生心血管疾病的人蠻少的 我覺得他們那邊的人比較聰明 真的喔 因為他們那邊的人都吃雞胸肉 阿嬤 哪餐喔 阿嬤 你敢要吃輕輕肉 會啦 吃啦 別再吃啦 輕輕跟雞腿 你要選哪一個人 要吃雞腿 哈哈哈哈 今天不會比較吃辣 那除了剛剛講的 預防心血管疾病 地中海飲食也有一些正面幫助 像是比如說可以長壽 蛤 吃地中海飲食也能長壽 而且還可以預防失智症 還可以預防癌症還有預防類風濕性關節炎抗憂鬱 包含它也可以改善生育能力喔 蛤 不會生的人也吃地中海飲食喔 對 那為什麼地中海飲食會有這些好處喔 其實後來我們有統整 現在知道就是它可以升糖指數比較低 而且還富含膳食纖維 包含裡面還有豐富的礦物質維生素 以及我們的蛋白質攝取也是很豐富的 包含油脂的比例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橄欖油嘛 對 對 那也可以有抗發炎的效果 包含他們飽和脂肪酸吃的比較少 而且他們也會吃一些發酵食物 你的氣勢嘛 對 反正今天到底要怎麼吃 就是我們要教你們囉 其實它跟我們平常的飲食方式也不會差很多 現在地中海有發展成一個飲食精緻的 最下面的要吃最多 最上面的吃最少 對 最下面的話意思就是每一餐都要吃的 第一個是什麼 顴骨雜糧類的東西 登登 這平常其實有在吃啊 對啊 阿嬤妳知道這是什麼 那個蚵仔 妳也知道喔 沒有 公孫耶 那個阿嬤當然也知道 喔妳有像這個喔 這粗米啊 這蚵仔 這金粿啊 這叫什麼 顴骨雜糧類 咬下去喔 顴骨雜糧類 全埔加兩杯 全埔加兩杯啊 全埔加兩杯 顴骨雜糧類 全埔加兩杯 這個我掰掰 那全骨其實它有一個定義啦 那就是所謂我們的骨皮 就是我們的膚皮 包括我們的胚芽、胚乳都要有 就叫全骨類 好像糙米就是 它裡面其實富含了膳食纖維 維生素礦物質 吃這個的話比較會有飽足感 像我們的南瓜也是 芋頭也是 這個每餐都要吃 全部 加兩杯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 蔬菜 這蘿筍這麼漂亮 這是法國的 這是法國 我去法國更大 蔬菜我們就是要建議你吃各種顏色 紅黃、綠紫白都可以 因為它裡面除了維生素、礦物質還有什麼 植化素 對 不同顏色就有不同的植化素 這也都是很好抗氧化的作用 針對我們的心血管它就有抗花炎的效果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每餐要吃的 這個你有看過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果 那水果也要適量 那我們一餐會建議至少就是吃一份到兩份 那蔬菜會建議是兩份 那還有一個也蠻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也是都是每餐要吃 豆類 硬嘴豆、硬牛豆 對 那我們台灣的話你就可能吃黃豆 其實裡面也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包括也有大豆衣黃豆 那這些就是每餐要吃的 它在金字塔的底端 再來一個就是我們其實它是金字塔的中心點 其實它是地中藍飲食的一個精髓 就是我們的 好像很神秘 講到地中藍飲食不可能會有少了這個 就是我們的橄欖油 橄欖油的 那橄欖油的人都吃橄欖油 對 而且盡量是要選擇粗炸 它們每一餐都會差不多吃一湯匙的粗炸橄欖油 因為它是好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因為我們其實油有分單元不飽和多元不飽和一起飽和 那最好的比例會建議是1比1比1 但是我們通常比例都不是這樣 我們Omega-6都會吃過多 比較容易造成身體發炎 那你如果適量的吃這個粗炸橄欖油的話 可以降低身體發炎 那我們國外是粗炸橄欖油 那我們台灣其實也有 是什麼 苦茶油 對 苦茶油就是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阿嬤 這個就是苦茶油 不是2000啦 苦茶油 苦茶油哪有那麼清 有啊 我們用冷壓萃脂肪的 苦茶油還算咖啡色的 有啦 還很細緻 那個橄欖油也可以品一下 品油 我有去從那個品油市那邊學來的 現在倒下去 因為我們的杯子比較大 要專用 它有專門的品油杯 對 那我們其實一般在家裡 你可以用這個 如果是用這樣的話 威士忌杯 要這樣 油油的有嗎 然後用手的溫度 對 讓油的溫度稍微提高一點 然後把它這樣 這樣 然後你可以判斷這個橄欖油 它到底有沒有 有醋油的味道 有沒有美味這樣 對 很多人會覺得 那醋橄欖油我沒有咬它 很多媽媽都會這樣 對 我以前也不喜歡 哈哈 它是一個醋味 你知道嗎 醋橄欖油吃開啤的 嗯 嗯 以前我們小時候 你很會像醋橄欖油的 我這個 你有醋嗎 醋橄欖油 那就是醋橄欖油 醋橄欖油我都不買啦 我都心肥也不講的 對 對啊 還粉感醋粉這樣就好吃了 來 這樣有 搖一搖 然後手的溫度 然後你這樣打開 炒成了 沒有 它有一個 那個炒青味就是那個炒的那個味 它就是很好抗氧化的成果 它沒有炒油癌 嗯 如果你要吃低醋愛飲食 出炸橄欖油千萬不能忘記 那我們剛剛金字塔的底端是每餐要吃的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每天要吃的 每天要吃的 對 每天要吃的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唐唐 乖乖乖對不對 對啊 其實這種就是乳製品 像起司啊 優格 這些都是發酵食品 就可以補充一點什麼 蓋子 哈哈哈 益生菌 益生菌對我們的腸道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這點我對荷蘭買回來 真的喔 我簡單 我們製品大概就是吃一到兩份 那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 辛香料 你如果大量使用辛香料 你可以減少鹽分的使用 所以你就可能不會吃到那麼鹹 而且我們辛香料裡面其實 營養成分是非常高的 對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那我很聰明 就包含這個辣椒裡面 維生素C的含蘭油膏 超愛做菜都用這些 對 像薑黃粉裡面就有薑黃素 那薑黃素也有很好的抗發炎的效果 對 高段大啦 對啦 台灣羅勒 那再來還有什麼呢 就是每天也都要吃的 堅果 那我們會建議大概就是吃一份 七十九顆就好 對如果這種大顆呢 七十九顆 然後還有一個 你也可以納入每天吃的 就是我們的 喔這還 還活的 還活的耶 超Q 像這個蝦仁 包含這個 鮭魚 其實這些都是 富含有蛋白質 而且它的飽和脂肪酸比較少 像鮭魚 雖然它的油脂高 但是它是好的油 Omega 3脂肪酸裡面就有什麼 PA 跟DHA 每天都要吃這個 那這就我們一般都拿到的 對啊 再來的話 往金智糖再往上走的話 就是我們每一週要吃的 就是我們這一盤 就是我們這一盤 兩啊 你有沒有覺得很單薄 其實這一盤要有更多東西的啦 但是因為其實這個我們家都沒有 像裡面的話可能有一些加工肉皮 比如說香腸火腿 那甚至像一些紅肉 其實都算在這裡面 你每週吃 但分數不太一樣 像白肉的分數 你可能可以多一點 2到4份 甚至像豆腐啊 這些也都在這邊 地中海椅子 他們其實不會太把 動物性的蛋白質來源 當作是主要的 他們主要還是吃以海鮮為主 你還要挖海啊 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也可以適量吃 並不是說紅肉不能吃 也可以吃 它也是優質的 就是一個禮拜吃一吃 對就是頻率的問題 那你可能一週就是加工肉餅吃一份 但我們台灣就不是啊 我們台灣就是紅肉每天都吃 每餐都吃豬肉 每餐都吃啊 我以前也是這樣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才把我老公養到的高血 再來就是我們的金字塔頂端 頂端是什麼 就是在沾沾的 只有一點點的可以成為那裡 一久才可以吃一次 對 就是我們的這個 蛋糕甜點 像是一些比較不好的油脂 比較甜的精緻甜食 像是加糖的果汁 包含一些汽水飲料等等 這個其實平常日常他們比較不會吃 不過你這樣說 我們都每天飲料啊 珍珠奶茶 不是嗎 我都每天喝 所以這就是他們可以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最大的問題 所以它那個頻率是這樣 金字塔 最上面的話 你這個東西就是要最少 阿嬤你覺得要吃這個 會啊 我也敢買啊 再來一個是大家會聽到比較開心的 你可以適量的飲酒 所以對於會喝酒的飲酒 聽到適量兩個字的 這樣還會更開心 對 因為其實紅酒裡面有一些 像是白梨乳醇啊 紅酒多酚 其實也有抗氧化的作用 但是記得要適量 但是記得要適量 人家說150cc而已 要適量開口就不夠了 對 所以這個量喔 你特別要注意 男生可能是兩個酒精當量 女生是一個酒精當量 但是不要只聽這一點喔 因為很多人比如說我講可以喝酒 他就是喝紅酒 但是剛剛有講 每餐要吃的你有吃到嗎 你有吃到每餐我們再來喝酒 那今天介紹了那麼多地中韓飲食的食餐喔 其實喔 它是最底層還有其他的東西喔 像是水也要喝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運動 它也是在精緻它的底層 它也是在精緻它的底層 那今天介紹了這麼多食材 欸 又在給我客氣嗎 哈哈哈 妳可以嗎 不可以也要可以 極致料理王登場 每次營養師都要給我客氣 這個地中海飲食齁 就是怎麼樣呢 所有的材料都攪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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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 這樣就好 這樣我也會啊 對啊 什麼人都會 丟進去就好了 我們今天你的材料有蛤蜊嘛 豆腐蝦蟹 海鮮嘛 這個鮭魚 毛豆 這個糙米 還有一些蔬菜 我告訴你 總是喔 煮比較麻煩 但是你滑滑滑滑滑做一鍋 這樣就好了 我今天喔 因為鮭魚喔 它油脂很多 不用加油 如果你加上去的話喔 這樣煮喔 鮭魚會比較腥味 比較腥味 鮭魚要先煎過這樣 我喜歡這樣 它會更香 太鹽嘛 不會啦 我們用那個台式的苦茶油 台式苦茶油 苦茶油也是單元不薄的脂肪 它比較高利 對啊 這也是冷料冷壓的 所以它顏色會比較大 嗯 用苦茶油 要爆香那個洋蔥啊 喔 那苦茶油味道 味道出來了 是我們說會炒香的味道這樣 嗯嗯嗯 原來是這個味道喔 對啊 苦茶味啊 這個蒜末 這個辛香料越多 你的脂肪素 越多 再來喔 我可以整隻手 你看看 這是 喔 雙鍋耶 雙鍋 對 雙鍋 好合理喔 阿嬤 妳怎麼給我倒一次煮兩鍋 我沒有 我用勞 是喔 我先煮完才有我倒 你看 人家的薑黃喔 薑黃粉喔 是要跟著油炒 嗯 它的薑黃素才會出來 是不是 很聰明耶 就是它是油溶性的 我用那麼多薑黃 也會鹹 不會 薑黃不會鹹啦 薑黃不會鹹 薑黃不會鹹 薑黃有很好的控油喔 你看薑黃的味道出來了 對啊 而且對肝臟什麼 都很好的保養 對啊 肝指數很高的 你就多吃薑黃就沒錯了 有抗發炎的效果 對啊 薑黃夠光知道嗎 薑黃豆花是不好吃的 薑黃 薑黃可以加豆花啊 薑黃豆花 薑黃豆花妳吃過 薑黃薑 薑 薑黃豆花 薑黃薑 那來的那個 那個是什麼 臭米飯 我那個鏢子 鏢子 我會煮到他熬的臭米飯 喔 你有稍微 那個算是熟的對不對 半熟而已 喔 國外都是生米 只切下去煮對不對 對啦 因為我們也吃不下 我沒有騙你 這是台式的 台式的 台中海料理 對台中海料理這樣 它的油脂是不是跑出來 這樣你如果放下去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燒焦 你看那薑黃的 薑黃味都出來了 對啊 真的是薑黃飯就是這樣 對啊 薑黃飯就是這樣 你看看 比較漂亮 對啊 比較漂亮 你有看到嗎 魚要放進去囉 沒有 我會把油倒進去 增加那個魚有香 對 增加的油量 我剛才那個油沒有放很多 就是要油 因為鮭魚裡面就有 現在呢 放高湯 這個飯感覺這樣就 喔 還有加高湯 對 加高湯 這是水喔 鮭魚 高湯啦 高湯 你看它的油脂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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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比較不會燒焦 你等一下放在湯裡面 有嗎 要吃 櫛瓜 好 用那個油下去煸櫛瓜 對 用下去炒一點櫛瓜 這樣你不用放油呢 不用啦 你就藉由那個魚油 你不用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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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放油 來 魚彎 要炒一點 對 炒一點比較香 好 那個煮可以炒 炒薑也炒一點 海鮮全部都炒一炒這樣 炒一炒比較香喔 油不夠品 可以只要加一點橄欖油 好 這樣 要下來 哦 裡面炒 然後 蛤蜊不用炒 直接下去煮 阿哥 加一點點酒 多一點也可以喔 阿剛才要熱熱的加喔 熱熱的嗆才會 對 熱熱的嗆才會更香 這就是 海鮮燉飯阿 對啊 這海鮮燉飯阿 他也要收汁對不對 他也要收汁對不對 真的喔 喔 蛤蜊跑出來了 你給他看 看小漢阿 他站起來要買 不行就這樣 不行 看人家煮給他吃不 他要吃媽媽煮給他就好了 阿伯做回來我給他做 讓他吃得很好 這樣 來 這菜加下去 鮭魚 你看他的油 有沒有 那個 鹽不用 要一點 不用不用加鹽 哇 那個味道超級棒的喔 因為有海鮮的那個纖維 毛豆 各色蔬菜 各色 你給他看 好不好 全部給他下去啦 都放進去啦 都放進去 都放進去 辛香料 香菜九層燙 香菜有人用那麼多 香菜太多了 他九層燙 開始失控了 阿來 起司拿來 起司很臭 聞起來臭 吃起來香 以前有啦 有一個賣臭豆腐的阿 臭豆腐香 臭豆腐香 有喔 有喔 你看 都放進去 那如果是台式的話 你可以加黑胡椒 這樣可以增加鹽鹽味 好啦 這樣好喔 對阿 就這樣就好了阿 很好吃喔 味道超好的 聞起來醋 聞起來香 對啦 阿嬤會有啦 阿嬤來吃看看 阿嬤來吃看看 今天是不是很優雅 我比較小的咧 不要那麼多 我有吃飯 好 哈哈 用一塊鮭魚啦 喔鮭魚啦 鮭魚啦 阿嬤不是說比較少 鮭魚啦 其實這樣還蠻方便的 你就是直接整鍋裡面 都有各種的營養素都有 顧到的 我來吃看看 起來是臭啦 很好吃耶 炒起來香啦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你們回去試試看 香黃也不要放太多 你香黃放太多的話 味道會太重 真的好吃 阿不用加鹽巴 因為地中環飲食喔 其實他很有趣 除了飲食的內容建議以外 他還有別的建議喔 他建議什麼 適當的休息 而且要適度的運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要開心 他有一點我覺得也蠻特別 他就是建議我們大家 可以跟親友們一起做菜 所以我們剛剛也算是跟親友們 對我們今天來了阿嬤的三個孫子 因為開心也比較不容易生病 阿嬤的好吃 好 育米再餓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影片分享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記得定位 開啟 開啟 打緊張 滾起來 抽 煮起來 香 滾起來 香 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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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 味很頭的對不對 吃起來很香的啦 哈哈哈哈